最近引发巨大舆论争议的玉智菜 曾经在战争里面拯救过许多的人 大家好 我是施涛 最近舆论场上有一件很热门的事情 就是某个学校给学生的配餐中大量的使用了玉智菜 那么作为一个军事up主 我不太好评价这件事情 它有点超乎我的能力了 但是我们却要说说看这个玉智菜 它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发展历史 那么其实早在18世纪末的时候 这种玉智菜就已经有雏形出现了 那么当时一名叫做尼古拉阿佩尔的面包师 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拿破仑皇帝 他的军队远征的过程中 这个海军出现了大面积的快血症 由于这个病症使得不少 水手是失去了生命 那么拿破仑为此专门举办了一次大奖赛 想要征求食物保存的方法 那么在这之前由于食物保存方法的缺失 那么像海军这样的军种 只能吃比如说风干的牛肉 比如说盐烟的一些制品 那么这样就导致海军的官兵 他们体内的维生素的含量是极度的缺失 这导致了败血症 那么尼古拉阿佩尔看到了比赛的消息之后 突发奇想 用一个玻璃瓶来盛装煮好的肉汤和炖肉 那么在用软木塞塞好之后用腊风口 果然在这次比赛之中 这个方案是脱颖而出 也就成为了当年法国军队对抗败血病 吃上这种更可口食物的一个保证 后来一个名叫彼得杜兰的英国人 是改进了这个玻璃瓶包装 选择用吸罐来封装这个调配好的食物 那么这就引出了这个玉制菜的真正的鼻祖 也就是我们更加熟悉的名称叫做罐头食品 是的 罐头食品就是我们所说的玉制菜的前身 其实像玉制菜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软包装罐头 那么一说到罐头 大家肯定非常熟悉 从我们小时候特别爱吃的糖水黄桃 到现在为止还在我们身边非常常见的 午餐肉火腿肠 甚至我们说什么丁香鱼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罐头食品 那么罐头食品再继续往前发展到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种类 所以最终就形成了我们说的这种软包装预制菜 也就是需要经过简单的加热或者简单的烹调 就可以成为成菜的这么一种罐头食品 那么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罐头食品很大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场景 还是在军粮这个方面 那么我们看世界各国的军粮里面 除了这个季克可以食用的 比如叫MRE这样的一些包装食品之外 那就是大量的这种软罐头 比如说我军装备了几十种单兵自热食品 大家不妨上网搜一搜 这其中的几个餐谱 它这个炒饭还是很好吃的 那么另外除了这种单兵自热的预制菜之外 我军还大量的在连排一级 配发了叫做餐奋化浅盘食品的这种预制菜 那么这样的一个餐奋化的浅盘食品 可以通过集中的加热 在短时间内就让我们的战士 吃上营养丰富热气腾腾 而且口味很好的这个菜品 那么这一些菜品还在之前被送上高原 那么在几次对质的事件中 实际上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这么看来 其实预制菜在我们身边 从来也就没有离开过 因此在这一场关于预制菜的争议中 我觉得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 实际上是预制菜的相关的 比如说它是不是高脂高盐 它是不是能够做到营养均衡等等 这样的问题 而在卫生这个角度 生产合格的预制菜 或者生产合格的罐头 实际上比大多数我们现场制作的食物 在卫生上更容易做到军医化和严格的控制 那么这可能与大家的这个固有的思维是不同的 当然了 在有条件的地方 我们还是倡导能够吃更加新鲜的食物与食材 但是大家在看到预制菜的时候 可千万不要忘了 这么一个小小的发明 当年可是拯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 而未来在战争中还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判法 欢迎在朋友们去我交流 也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 转发 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期待 感谢 优兆 按赞 音乐 意诺 Georgetown 咱 咱咱 이죠